叶玉娇有点害怕的 在张思燕的陪同下来到了后院 风翠翠经过她身边的时候 朝着她摇了摇头 想说什么 又没有说出来 只是轻轻地叹息一声 看到风翠翠那叹息的样子 叶玉娇更加有点担忧了 幸幸地来到了二旦的亭子旁 站在那里 紧张到说不出话来 你们两个做吧 刚好思燕也在这里 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 但是至于你真不珍惜 那就要看你的了 张思燕一听 脸上绽放着笑容 紧紧地抱着叶玉娇的胳膊 觉得看来叶玉娇怕是可以留下来了 二旦 你说吧 我知道错了 只要我能做的 我一定去完成 二旦却是瞪着叶玉娇 在这有点黑暗的视野中 叶玉娇心生胆颤 不敢抬头看着二旦 你要知道 高静良并不是你跟风翠翠联手就能搞定的 你太小看高静良了 你现在已经知道他是一个大魔头 那我问你 你老公说的话就是真的吗 叶玉娇猛地抬起头来 震惊地看着二旦 不敢置信地说道 可是他给我看了儿子的照片 跟我是那样的像 怎么可能会骗我呢 二旦却是摇了摇头 不禁关切地问道 这个孩子是你的 但如果父亲不是他呢 刹那间 张思燕和叶玉娇两个人 都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二旦这句话可是直戳他的内心 因为现在想起来 新婚刚没几天 他就被高静良给墙上了 而且没有采取措施 再说了叶智利这个窝囊费 前后都让他赔了五次 说不定这个孩子还真是高静良的 看到叶玉娇一脸的恐慌不安 身子都微微地颤抖着 二旦赶紧说道 你也不要慌张 我只是随便说说 意思是叶智利这个人 你到底了解多少 不要人家把你卖了 你还傻傻地替人家数钞票 可是叶玉娇却摇着头 反而觉得二旦这冷不丁的一席话 一下子就让他毛色顿开 不 二旦 都怪我 没有把情况第一时间跟你说 叶智利这个人薄情寡义 性情也很怪癖 而且他也承认有恋态心理 所以你这样一说 我现在有些担忧 甚至有点恐慌不已了 二旦眯着眼睛想了想 于是便问道 照你这么说 你认为我的说的是对的 叶玉娇摇着头 双手捂着脑袋 很痛苦地说道 我不知道 孩子像我 但是你一提醒 还真不太像叶智利 反而还真有点像高净梁 我现在脑袋一片空白 我快要崩溃了 二旦叹息一声 于是便说道 如果我分析的没有错 叶智利其实早就知道 这个孩子并不是他的 只是一直隐瞒着孩子 是高净梁的事实 现在如果这个孩子 真在高净梁手里 所以你反而更加担心 就怕叶智利有企图 只是他的动机 应该不仅仅是报复高净梁 叶玉娇突然间想起来了什么 对着二旦说道 会不会也是为了天山门的宝藏的事情 之前高净梁来找我们夫妻的时候 就是让我出来接近你 并且通过你再把我师妹也一起掺和进来 二旦明白 叶玉娇的意思就是 当时叶智利肯定也盯上这个宝藏了 难道叶智利就是想借刀杀人 叶玉娇也同时脱口而出 难道他要借刀杀人 好作收渔翁之力吗 二旦却咬着衙明斯苦想 不禁摇头说道 不对 他没有这个胆量 更没有这个实力 看来 他后面如果不是风家 那就另有其人了 叶玉娇此刻心神不宁 总觉得这一切是那样的虚幻 一切都没有根据 只是猜测 但是想到那个孩子 那眼睛像极了自己时 他的内心就会剧烈的疼痛 既然是这样子 那我就交给你个任务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叶玉娇彷徨不安的看着二旦 咬着牙点了点头 二旦便咬着牙说道 我把你赶出去 你装出无路可走的样子 回到叶智利身边 你的任务就是想尽办法 摸清楚叶智利的意图 看看他到底后面有没有人撑腰 还是这根本就是他跟高静两眼的一出好戏 叶玉娇想了想 知道二旦的意思 如果没有办成 那就根本不需要回来了 好了 既然你答应了 那你就去办吧 风家大小姐还在外面等着你呢 叶玉娇离开 坐着风翠翠的车子变下了山 但是二旦却猛地站了起来 顾不上吩咐张思燕 直接进去师父的禅房 师父 徒儿刚才的安排 你应该都听到了吧 在一片帘子后面 师父沐云道长却是叹息一声 手里的珠子 不停地在他手中来回地拨弄着 见到师父叹气 二旦很疑惑不解地问道 师父 为何要叹气呢 沐云道长却从禅坐上下来 走到二旦的跟前 看向他的额头 发现他硬堂发黑 不禁说道 徒儿 你可是我们仓墓岭的未来 青云观能不能在这仓墓岭继续生存下去 就只能看你了 为师迟早也会要入土为安 但是我不想这些基业毁于一旦 你要相信为师一句话 不管怎么样 一定要远离女人 那些对你没有帮助的女人 否则 你这一生 都会死在女人手上 二旦当时很慌张 并不知道师父的意思 赶紧不安地问道 师父 你放心 女人这一块 我一定会和持距离 但是你刚才跟我说的那意思 我还真不懂 有师父你坐手在仓墓岭 你一定可以长命百岁的 沐云道长却是摇头说道 我问你 你是不是在阮家村的墓穴里 面藏了五罐子的中药 起死回生丸子 二旦很诧异 不知道师父是如此知道的 当时显得更加慌张不已 看到二旦那惊恐的样子 沐云道长明白了 走向窗户边上 盯着外面的月光瞧了瞧 叹息道 你是不是把这中药房子 给这个孙芳芳给吃了 二旦更加诧异 不知道师父是如何知道的 难不成有人跟师父说了 你不要觉得疑惑 为师这几天也不能寐 自然是算得出来 只是你这药丸 真不能给孙芳芳吃的 一吃 就化了大事 师父 那这中药丸子真的这么神奇 孙芳芳真的还能有救 可是沐云道长却摇头说道 这人本该就半月前就会死去 但是却阴差阳挫脱了半个月 这是非常不符合五行风水 人文伦理的 本来这次死了 他也可以结束了一切的罪恶 但是你的这颗药丸 却一下子会激起千层浪 二旦还是不明白 不就是一个中药丸子吗 再说了 师父也说了 这个孙芳芳也就不活了 这又会惹出什么大麻烦呢 沐云道长见二旦还是有点疑惑不解 于是便指着外面的月亮对着二旦说道 你过来看看这外面的世界 不管是飞禽走兽 还是树木花草 它们都因为月亮与太阳而日出而起 日落而息 这是有规律的 师父 那这跟孙芳芳 跟药丸有什么关系 沐云道长却是转过身来 对着二旦苦口婆心的说道 孙芳芳罪恶多端 本就不应该救急之人 你不知道这中药 起死回生丸有多大的作用 你只给他吃了一粒 但是他却在冰关中坚持这么久 思宴送过来的时候 如果放到我的丹炉中 用不了三天 他就会醒来 听到孙芳芳还有救 二旦当时心中大喜 说道 师父 这样不是更好 有了孙芳芳 就可以制约高敬良了 沐云道长摇了摇头 狠狠地瞪着二旦说道 徒儿 你真是糊涂 我刚才跟你说了 孙芳芳是必死之人 你救他有什么用 你以为孙芳芳就活了 就能够替你对付高敬良 你大错特错了 一脸彷徨不安的二旦 从来没有像现在像的 如此无助 如此不安 甚至是如此的不解 师父 那怎么办 沐云道长却说道 愿有头 债有主 既然是徒儿你的过错 枉错了五行风水 那就用我这条老命 来陪他们斗一斗吧 直到这个时候 听到师父慢慢详细一说 二旦才后悔不已 师父已经将孙芳芳的遗体 直接送到后山进行火化了 那些骨灰也会随着苍木岭的风 吹散在这片土壤中 但是冲破了五行 破坏了风水 阻挡了阴阳相和 必然会有人付出代价 既然遗体是沐云道长烧毁的 那孙芳芳的恶灵也会找上他 所以才会有了 师父起出那交代的情况 二旦跪在师父的跟前 痛哭不已 他明白师父的意思了 师父是想把清云罐交给他了 师父 难道这个就没有解决的办法了吗 沐云道长摇了摇头 不禁说道 不仅仅是我 连你的师伯也一样 会跟我一样受到惩罚 所以从今天开始 我希望你能成为我们清门第十八代 正式弟子 接受我们师兄弟的一波 清门第十八代弟子 师父 难道我现在不是清门的人吗 沐云道长却是摇了摇头 说道 你师伯应该马上就到仓墓岭了 你不要急 马上我会告诉你一切 二旦一直在自责中 并不知道自己给孙芳芳吃了一烂中药 起死回生完 就惹出这样的事情 这让他不敢抬头面见师父 一直在跪着忏悔着 不大一会儿 就听到大师薄墨玉才的笑声 师弟 你可好呀 听到墨玉才的声音 二旦一阵惊喜 想到在这仓墓岭 再次见到师伯 他心里也总算开心一点 哦 二旦你也在呀 二旦朝着墨玉才点了点头 轻轻地叫了一声大师伯 心中不免有点尴尬 师兄 别来无恙 多年不见 你可是越活越年轻呀 墨玉才跟沐云道长 轻轻地拥抱了一下 这时 童星等弟子拿了些点心进来 关上门便走了 看到二旦跪在那里 墨玉才皱眉 看向师弟道 师弟 这是怎么回事 二旦犯错了吗 沐云道长轻轻地 捋了捋自己的胡须 叹了口气说道 消失多年的中药起死回生丸 再次重见天日了 墨玉才一听 当时就愣住了 师弟 你说什么 中药起死回生丸 重见江湖了 你再开玩笑吧 沐云道长一脸正经地盯着师兄 搞得墨玉才立刻就收回 刚才不纳相信的眼神 弱弱地问道 真的吗 见到师弟点头了 墨玉才心中不由地震惊了一下 看向二旦 再看向师弟 担忧地说道 墨飞跟二旦有关 沐云道长便把情况说给了师兄听 听完后 墨玉才不淡定了 轻声地说道 师弟呀 你我多年没有见面 想不到 这一见面 很有可能就是要双双去见师父了 看到墨玉才也这样说 二旦越来越担心 越来越慌张了 知道自己无形中 给师父和师伯给惹出了麻烦 师伯 师父 徒儿还是不明白 我只不过是偷拿了那五罐子中药起身回身完 为何会给你们带来麻烦 墨玉才淡定一笑 招手让二旦不要说了 而是很诚恳地说道 二旦 你不要急 这一天 我师父早就替我们算好了 你不要过于自责 也并不是因为这中药起身回身完的原因 而是我们也到了该见师父的时候了 二旦摇着头 自然不想是因为他的原因 而害了师父师伯 师父沐云道长却大手一摆 说道 师兄 我刚才跟二旦说了 让他正式成为我们清门的第十八代弟子 你意下如何 墨玉才并没有因为自己要跟师弟去见师父 而有些伤心 反而一拍桌子开心地说道 师弟 这事就敲定了 我一百个赞同 这小子一见面 我就喜欢 把我们清门交给他 我当然放心 看到二旦诧异地看着他们 这时墨玉才微笑地说道 二旦 你千万不要自责 也不要紧张 清门是你的宿命 你还真没有办法拒绝 我问你 你是不是得到了一张甲骨文的草纸复古遗书 二旦再次震惊不已 赶紧从自己的怀中掏出恭敬地递给了师伯墨玉才 接过复古遗书 墨玉才脸上露出了笑容 又将遗书给到了 墓区道长 两人看了后 交给了二旦 二旦 我当时听说你把这次的病毒控制下来了 打听到你发现了一座古墓的时候 我就知道 估计这本复古遗书怕是被你发现了 那我问你 你真的领悟了里面的这些医学知识吗 二旦挠着脑袋想了想 点头说道 应该是吧 除了小部分骗人懂得不知道 大部分我都记住了 墨玉才一听 看了一眼师弟 不禁叹气道 师弟 你说的没有错 师父他老家真是料事如神 在以前就能推测出来 我们两个的弟子中 会有一人发现这本古书 没有想到 居然是二旦 恭喜你 师弟 墓云道长却是微微一笑说道 好了 我们不说这个了 现在就由师兄你来主持二旦入侵门的仪式吧 墨玉才一听 立刻就走到旁边 看了看外面 见没有人后 于是便打开自己带来的箱子 从里面拿出一个小包袱 打开包袱 从里面拿出一件衣服 慢慢地披在身上 等到二旦反应过来时 他的师父墨云道长 同样也穿上了一件跟墨玉才一样的衣服 他们两个朝着二旦微微一笑 只见墨玉才 将手中的佛尘一扫 大声说道 清门十八代弟子李二旦 正式入门了 同样 墨云道长也跟着念了一遍 墨玉才将佛尘在二旦的脑袋上轻轻一拍 是一二旦起身 跟着他们师兄弟离开 二旦跟在他们两个身后 只见两师弟双手合十 很恭敬地走在前面 嘴里念念有词 然后穿过后院 一直往前走去 墨云道长走在前面 来到一个山洞前 这里一看就是很少有人进去过 只见师父轻轻一按旁边的机关 山洞的门便打开了 走进去后 山洞门立刻就落了下来 里面两旁的油灯 猛得一下子就点着了 吓了二旦一跳 大约走了二十八道台阶 他们来到了一个密室 里面看起来很简单 只是正前方的墙上 挂着一幅画像 画像上的人是一个老道人 手里依然像师父他们一样 抱着一个佛尘 二旦微微一愣 但是不敢吭声 只见墨云才站在画像前面 墨云道长站在画像旁边 师父在上 请受徒儿一拜 墨云才和墨云道长 两人纷纷下跪 二旦也跟着下了跪 拜完画像后 墨云才开口说道 师父 遵循你老人家的意愿 现如今 我们清门第十八代弟子 已经找到 接下来 是任祖归宗的时候 请礼二旦同志跪下 二旦跪了下去 墨云才伸出手来 对着二旦说道 把墨穴里面的复古遗书 和寒铁宝剑拿出来吧 想不到寒铁宝剑 墨云才都知道 二旦发现 在这两位师父面前 自己一点秘密都没有了 深感他们是真的太厉害了 拿出寒铁宝剑和复古遗书 墨云才按照清门的要求 念念有词 过了大约十分钟后 才让二旦磕了三个响头 说来也怪 二旦磕完头后 那挂在墙上的画像 居然瞬间就掉了下来 这可把墨云才和墨云道长 两人吓坏了 立刻跪在画像前 一动都不敢动 见到师父他们两师兄 居然吓成那样 二旦当时也趴在地上不敢动 但是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的二旦 还是抬起头来 走过去 将画像捡了起来 二旦 不要动 你这是冒犯师父了 二旦本想将画像立刻扔了 但是却发现 这画像就像是粘在手上一样 居然挥不去了 他使劲地抖了抖 发现这画像居然在被自己给抖坏了 只见画像从中撕开一道口子 墨云才和墨云道长吓坏了 立刻大声责备道 二旦 你这刚刚进入清门 还在等着师父回应 你怎么就这么冒犯了他老人家 对于这种迷信的东西 二旦根本就不相信 只是冷冷地说道 师父 师伯 我不是故意的 这画像好像有胶一样 粘在我的手上挥不去 我不是有意弄坏的 墨云才当时看到师父的画像 坏了 立刻恭恭敬敬地捡起来 心疼得要命 嘴里却一直说着道歉的话 二旦 赶紧跪下 但是让墨云才想不到的是 这幅画像 再也挂不上去了 就算他拿胶带粘上也没有用 一挂上就掉了下来 这下子 让墨云才和墨云道长很是愧疚 自责地向师父赔礼道歉 师父 你老人家在上 恕弟子无罪吧 二旦他出入清门 不懂规矩 求你给一次机会 可是让这两师弟没有想到的是 二旦却将吊在地上的画像捡了起来 随着往墙上挂去 不料画像一脚 碰到了旁边的烛火 瞬间画像就点着了 二旦也是好心做成了坏事 吓了一跳 退出三米圆 而墨云才和墨云道长却是面面相去 该死 二旦 你还不给师公磕头谢罪 你生性散漫 这是我们清门最忌讳的事情 三人看着师父的画像就烧完了 可是二旦却眼前一亮 盯着那烧完的画像说道 师父 师伯 你们快看 师公的画像里面还有东西 墨云才抬头看去 只见师父的画像烧完后 里面真的露出了一张更小一寸的画像 只不过这画像并不是人物画像 像极了地图 他们师弟俩很是惊讶 赶紧取下来一看 发现这幅图太怪异 轻轻一摸 才发现 这画像居然是用珍贵的金丝残织布而成的画像 而上面的图画是被人绣上去的 看着这上面的图像 师弟俩眉头紧皱 并不知道这画像到底是什么意思 二旦瞄了一眼 不禁笑着说道 师父 师伯 这就是是天山门的宝藏图吗 啊 什么 天山门的宝藏图 墨云才和沐云道长 瞬间就震惊不已 不约而同地扭过头来 看着二旦 一脸的震惊与不幸 过了一会儿 墨云才才扭过头 盯着那画像 在细细打了后 不禁摇头叹息道 师弟 二旦说的没有错 这很有可能是天山门宝藏图呀 墨云道长也是猛了 赶紧细细看去 也觉得似乎是这么回事 但是 他们两个却疑惑 二旦为何一眼就知道 是天山门宝藏图 见到师父师伯如此惊讶 二旦笑着说道 还多亏了师父 之前给我的天残图 再加上 我在省城 那个兵马雍找到的罗盘 一眼就能找准方位 所以我就敢判定 这就是天山门宝藏图 墨云才真是震惊不已 不禁叹息一声 看向沐云道长说道 师弟 或许师父说的对 二旦的到来 正是我们清门 再次重现江湖的时候 或许因为我们的保守 过于对门规的遵守 往往突破不了界限 而二旦却是不知道门规 却阴差阳错 打破了界限 看来 是我们太迂腐了 沐云道长也是叹息不已 不禁摇着头 一副不敢相信的样子 看着二旦说道 二旦 你起来吧 你师伯说的对 或许清门再次震惊世界的时候 是摆脱这些门规束缚的时候 二旦站了起来 然后便皱眉说道 师父 师伯 你们之前说的 我可能会惹出大祸 是不是跟这浮屠有关系 人家是不是 就是向着这东西来的 墨玉才和沐云道长相互对视一眼 他们猛的才明白 师父之前说的话 看来是真的 没有想到 让二旦一句话就给猜出来了 师弟 怎么样 我就说吧 人家这小子聪明着 这下你可以放心了 我们清门终究在二旦的带领下 一定会再次名震江湖的 可是沐云道长却叹息一声道 是哦 师兄 这下我们去见师父 也能完成任务了 但是二旦却是一语惊人死不休 直接说道 如果是因为这幅图像的问题 那师父师伯为何要担忧自己的性命呢 墨玉才却是笑着说道 二旦 这是宿命 更是一朝死期 注定我们就是这宝藏的陪葬品 二旦却不相信这个东西 拿着这画像看了看 不禁当着师父的面 直接拿出微型罗盘 打开 闭上眼睛 经过一番测量后 他突然间睁开了眼睛 师父 师伯 我明白了你们为什么会说我闯了上大祸 原来是墓穴开启 终要起身回身玩面试 含铁宝剑也一并出土 同时复古遗书现世的时候 我将其他文物送给了政府 得知消息的人 也是为了宝藏的人 也会伺机而动 肯定会查到你们头上来对吗 墨玉才没有想到 二旦的脑子转得这么快 只是点头说道 江湖中 都在传天山门宝藏开启 那可是富可敌国的宝藏 只是并没有人真正见过宝藏地图 而我们当初以为 这宝藏地图也只是个传说 没有想到 居然就是我们师父的画像里面 二旦眼睛转溜得很快 正在分析这个天山门宝藏带来的危害 想了想后 只见他走向那幅画像前 拿出寒铁宝剑 对着画像就挥刀一顿乱画 很快 那金丝残在寒铁宝剑下 也是瞬间成为了灰丝 瞬间那幅天山门宝藏图就被捣毁了 二旦 你在干嘛 墨玉才一阵惊呼 冲上去 捡起地上的那些破碎的金丝残之碎 不经痛惜不已 二旦也不顾师父和师伯的责骂 直接说道 这不是一盘死棋 而是师公给我们安排的一盘好棋 墨玉才和墨云到掌顿时一愣 看向了二旦 他们两个很是震惊 这二旦 怎么老是语出惊人呢 二旦却是伸了伸懒腰 拍了拍瞌睡的嘴巴 有点疲惫地说道 师父 师伯 我现在累了 好想睡 这是明天再说好不好 他们两个正在期待着二旦接下来的震惊言语 却不料二旦来这一套 居然想去睡觉了 他们拿二旦没有办法 现在他已经是清门十八代弟子 也入了门 现在还能说什么 也就只能等到明天再说了 三人出来后 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当他们走出山洞时 只听到山洞里面传来轰隆隆的声音 我的天呀 这是怎么回事 吓我一跳 而他们师兄弟却默不作声 只是深深地朝着山洞鞠躬三下 转身便走了 二旦很是纳闷 心想 难不成就因为自己入了清门 或者是烧毁了师公的画像 现在这山洞就自毁了吗 不过二旦确实是累了 只是想睡一觉 当然 最重要的是 他刚才没有想到 师父说的死期要怎么解决 得今天晚上好好在梦中想一想 看能不能找出盘活这个死局 让师父师伯不需要担责 也不需要用性命来替自己赎罪 此时 风翠翠开着车子 带着夜玉交回到了上午线 他们将车子停在一处公园的旁边 两人坐在台阶上 望着远处的灯火城市夜景 他们一句话也没有说 风大小姐 对不起 没有想到 这件事情这么快就让二旦知道了 风翠翠却只是笑了笑说道 没事 我有一个问题问你 你能如实回答我吗 夜玉交点头说道 你问吧 只要我知道的 我都会告诉你 风翠翠想了想 扭过头来 盯着他的眼睛问道 你是真的想留在二旦身边 还是假的 夜玉交心中一惊 看了一眼风翠翠 想了想后叹息道 其实刚开始 我确实是因为帮助高静良来接近二旦 但是经过这大半年的相处 我发现 他身上有太多的优点 跟这些体制内的人比起来 他洒脱 任性 潇洒 有勇有谋 而且更有正义感 跟他在一起特别有安全感 能得到他的爱护 风翠翠点了点头 笑着说道 看得出来 你现在也是喜欢上了他对吗 夜玉交却娇羞地仗红着脸说道 但事实上 我亏对于他 我是个不干净的女人 我年纪又大 根本就不能跟这些小姑娘比 风翠翠叹息道 二旦是个多情的人 如果不是他 我估计现在还躺在我们家的密室里面 永不见天日了 他是我的大恩人 但是之所以我联系你 是因为我不想连累他 没有想到 却害苦了你 夜玉交却是摇着头 苦笑道 你快不要这样说 我是没有怪罪二旦 现在他让我回到夜智利身边 其实我也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不过你放心 回到夜智利身边 好歹我们以前是夫妻 他不能把我怎么样 更可况 我也知道他的秘密 不管真如假 我一定要弄个明白 风翠翠点头说道 其实有件事情我得和你说清楚 你的师妹早就和李二旦联系上了 他们设计本来要骗高进梁上钩 没有想到居然会是他的办公室主任上了钩 只是你师妹却献出了身体 付出了代价 他们在京城跟我哥见面了 拿到了唐主任墙上 你师父的证据与视频 选择了异地报警 啊 我师妹他 风翠翠压低声音道 好了 这件事情你知道就好了 我得回去跟我哥会合了 叶玉焦点了点头 从刚才的震惊中回过神来 咬着牙说道 风大小姐 我有一事相求 风翠翠皱眉看着他 不禁问道 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如果我这次回到夜智利身边 不顺利 或者哪天死了 我希望你能让二旦过来给我收个诗 或者给我烧两炷香 我就心满意足了 风翠翠叹了口气 轻轻地搂着叶玉焦说道 玉焦姐 虽然你年纪比我大 但是我觉得二旦知道你对他的好 知道你帮他做了很多事 他只是表面上对你苛刻了点 你要相信我 一切都会过去的 你以前受的苦 也会得到补偿的 叶玉焦点了点头 眼中带着泪花 送走了风翠翠后 便打车回到了叶智利的小区家里 敲开门 叶智利看到居然是叶玉焦回来了 这让他有点惊讶 将他迎了进去后 拉着他的手坐到沙发上 轻声地问道 你怎么回来了 有没有人跟踪你 你回来干嘛呢 叶玉焦看着叶智利那着急追着问的样子 顿时就眼泪婆娑地说道 李二旦发现了我给你们传递信息 把我赶出来了 叶智利一听 当时就松开了他的手 皱着眉头急问道 什么 李二旦把你赶出来了 怎么可能呢 他是怎么知道的呀 叶玉焦看到叶智利那态度的转变 心里很伤心 但还是咬着牙 把事情的经过跟他说了 你的意思是说 这次叶明珠事件 二旦就怀疑你了 所以利用叶明珠来试探你 结果发现了真相 是的 我被他塞进了蟒蛇的笼子里 差点就被蟒蛇给吃了 叶智利此刻有点着急了 居然直接怪罪道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你不在他身边 那以后他的情报我们怎么弄出来呀 叶玉焦看着叶智利那样子 赶紧说道 不是为了救我们的儿子吗 我不在他身边也没有关系 只要我们搞祷告尽梁就行了呀 可是叶智利却很生气的说道 真是胡扯 你以为搞祷告尽梁那么容易 你得让他相信你 那就要从里二代那里打听到消息 现在你回来了 你能打探到什么东西呢 智利 你不是这样说的呀 你不是要跟我一起把儿子救出来吗 我们再想想其他办法好不好 先把儿子救出来 到时候我跟你复婚 我们一起离开这个地方行不行 此刻 叶智利却是摇着头 有点愤怒地站起来 甩开他的双手 站到落地窗前 望向远方 点燃一枝香烟 一句话也不说 叶玉焦此刻想起二代的话 他的心中也充满着疑问 但是没有证据 得不到证实 他必须要忍着 走到叶智利的身后 他从后面抱着前夫 只见叶智利全身一阵颤抖 猛地推开了他 只是这时 一个男人裹着玉袍 从叶智利的卧室里匆忙地跑出来 迎来跟他们两个人打了一个照面 看到叶智利与叶玉焦那么亲密 这男人当时便生气地扭头跑回了卧室 那一刻叶玉焦猛逼了 看着刚才这个男人的表现 再看看叶智利那担心的样子 他瞬间就明白了 叶智利没有想到 自己藏在卧室的男友 居然听到响声出来 碰到叶玉焦对他进行了亲密动作 当时他慌了神 心想叶玉焦会怎么想 可是里面那个男友 他又不得不去解释 要不然 这个男友就会离开他 他没有想到的是叶玉焦 却只是震惊了一下子后 立刻就苦笑一声道 怎么 现在金层藏焦了呀 叶智利却是一脸尴尬 没有想到让叶玉焦撞见了 毕竟以前没有离婚前 他可是一直并不怎么跟叶玉焦过生活的 现在除了王子薇 活生生地又被叶玉焦看见了 这会让他怎么想呢 不是 玉焦 你听我说 这个事情你别扯进来 我上次跟你说的 希望你能谅解 叶玉焦却是冷笑一声道 没关系 只是我现在走投无路了 你不可能见死不救吧 好歹我们夫妻一场 你怎么能够让他住进我们的卧室呢 叶智利一脸尴尬地看着叶玉焦 不禁咬着牙将他拉到沙发上 苦口婆心地说道 玉焦 我跟你一样 为了儿子 但是现在你回来 你就不能取得高敬良的信任 再说了 这么多年 他完了你 你难道不想报复他吗 我的意思是 你得想办法再回到二代那里去 这样我们里外结合 不但能救回儿子 还能够将高敬良拉下马去 叶玉焦却皱着眉头说道 现在他把我赶出来了 我能有什么办呢 就在叶智利皱眉思索时 卧室传来男人摔东西的声音 搞得叶智利急忙冲了进去 他关上门 看到那个男人坐在床头 嘟着嘴巴 生着闷气 拿着东西砸在地上 我的小宝贝 你就不能等下再生气吗 男人却是板着脸说道 你不是说不跟他来往了吗 怎么你还让他抱着你呢 叶智利对眼前这个男友特别的在乎 因为寻找了好久 终于能找到一个符合自己胃口的男人 现在要是把他惹生气了 那自己就得花更多的时间寻找 无法满足他内心的那种需求 亲爱的 你给我点时间 我把他打发掉就好了 可是这个男人却是不同意 嘟着嘴巴说道 我不相信你 叶智利却是很无语 不耐烦地说道 那你怎么才能让你相信我呢 这个男人突然间兴奋地跳了起来 抱着叶智利说道 他是你的前妻 我刚才也听到了 他想回来 我也不是不通情达理 也可以接受 但是你得让他和我们晚上一起睡 以后我们三个一起过日子 怎么样 叶智利一听 不但不生气 反而内心一阵激动地搂着他说道 你说的是真的吗 男人却是撒娇地说道 死鬼 我说的当然是真的 以后我睡你左边 让他睡你右边 我们三个一起睡 就问他同不同意了 叶智利没有想到 眼前这个男友这么同情达理 因为他曾经说过 他是双性同痴的 并不是一味地担心 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爱好罢了 太棒了 亲爱的 我刚才还在担心 你会生气 不愿意接受他呢 男友却是兴奋地说道 我跟你一样 只要你前妻同意 一切都好说 我可以和他一起分享 这个卧室的主人身份 叶智利安抚好男友后 一脸微笑地回到客厅 看到叶玉娇在那里不安的样子 于是坐到他的身边 轻声地问道 真的被赶出来了 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了吗 叶玉娇赶紧点头 愁眉不展地说道 是的 现在走投无路了 叶智利却是叹了口气 点了点头说道 如果你能接受我那个男友 你就留下来吧 只是我不能向你保证以后和你复婚 除非你能接纳我男友 叶玉娇心中猛地一阵 皱眉道 什么意思 我们三个人过日子 叶智利装作难堪的样子说道 是的 可是叶玉娇却猛地跳起来 指着叶智利很激动地说道 叶智利 你个忘恩负义的东西 你怎么能够这样对待我呢 叶智利没想到前妻如此大的脾气 对时就说道 你嚷嚷什么 同意就同意 不同意就拉倒 你看你现在像个泼妇一样 真的是成何体统 叶玉娇真的不敢想象 之前那个虽然不经常归家 但还能负责家庭的男人 此刻居然如此的狼心狗肺 居然想把他跟他的男友共享 我真是看错你了 还以为你为了我们儿子 可以跟我复婚 看来当初就是一个骗局 你好狠的心呀 叶智利也不甘示弱 直接暴跳如雷 一把揪住叶玉娇的胸襟骂道 臭娘们 你不要忘了 现在我们离婚了 当初你答应高敬良的时候 那么爽快 你知道吗 那个乞丐张志刚 就是高敬良安排接近你的 你心里明明知道 却还是上了人家的道 你一个水性洋花的女人 有什么脸面在这里 跟我讲大是大非 叶玉娇猛逼了 想起张志刚那个乞丐 他就一肚子的火 这个人 不但是高敬良派来的 而且自己的丈夫也知情 更何况叶智利还承认 是他亲手把他交给高敬良的 这些年来 攻高敬良娶乐 想想这些 他就觉得自己完全是一个棋子 不由得很不甘心 叶智利 你要是再不放手 我就直接去找高敬良 把你的事情给抖出来 这一招果然凑效 叶智利慌了 放开了他 一脸横肉 微微颤抖着 毕竟现在他把事情都告诉了叶玉娇 这让他如果真去对质 肯定会出问题的 见到叶智利有些慌张 叶玉娇明白 看来 二旦说的没有错 要么高敬良跟他是一伙的 要么这个就是叶智利的一个荒言 想以此来利用他和高敬良 从而达到他的某一个目标 行了 姑奶奶 我认输了好吧 你就先住下来 我们好好商量行步 叶玉娇明白 这个叶智利越是在掩盖 越是害怕的事情 越有可能就是被二旦猜中了 当时便记上心来 反客为主 拉起包包进了客卧 打开门凑出个头来说道 你们两个的龌龊事情 最好不要让我撞见 否则 我一定会举报你 看到叶玉娇反客为主 现在让他很被动 叶智利握着喝水的杯子 咬着牙 眼里冒着沙光 但是他知道 现在并不能对叶玉娇下杀手 就算要下手 也得借高敬良的手去杀他 这样 至少可以让他亲手 杀了他们孩子的母亲 原来 高敬良当初强上了叶玉娇 其实那个孩子并不是叶智利的 就是高敬良的 只是高敬良并不知道罢了 叶智利很恨高敬良 更是对叶玉娇恨之入骨 想想为了上位 他戴着一顶绿帽子 当初打下孩子 发现这孩子 居然是高敬良的那一刻起 他就要把孩子养大 到时候让高敬良亲手 弄死他的孩子 并且非常报复之仇 尤其是前两天 高敬良差点杀了他 他的报复心就更强 所以当时 叶智利接到高敬良的安排 要派叶玉娇去接近二旦的时候 他立马就答应 并且还同意张志刚这个乞丐 去勾引叶玉娇 每次看到叶玉娇被人墙上 他的内心就异常的兴奋 此刻 他的手紧紧的握着杯子 心神不宁的他越想越气氛 要是这个叶玉娇把持不住 一旦真跟高敬良说了 就凭那个老家伙 肯定会猜测到是自己从中作梗 这样会坏了大事情 现在没有办法 只能将这个女人留在手中 但是不能让他出去 以免跟高敬良的人有任何的接触 他回到卧室 对自己的男友说道 他不愿意跟我们一起过日子 但眼前没有办法 平时我上班 你帮我盯着他 不要让他出去见其他的人 如果他要用车 你就当他的司机 男友有点失望 但是却嬉皮笑脸的说道 那也不错 说不定 你前期会看上我也说不定 叶智利无所谓的笑着说道 只要他愿意 我无所谓 你喜欢就行了 亲爱的 你真是太好了 我真的爱死你了 叶智利很享受男友带给他的这种关系 这让他不禁越来越觉得 自己走这一步是对的 谁叫高敬良让他现在过的不仁不是仁的生活 此刻在仓墓领清云观 二旦躺在床上睡不着 以前总会有个把女人陪他睡 现在一个人孤零零的躺在客房 心中却安静不下来 无法去想象师父师伯他们的这个死局 而旁边墓玉才和墓云道长 却是坐在房间的炕上 一脸忧心忡忡的叹着气 师弟 你说二旦真的有破解这次危机的方法吗 墓云道长却是摇头说道 师兄 师父在的时候曾经告诉我们 这盘局很难解 只是我也不太清楚 二旦说的是真是假 墓玉才却是笑着说道 好了 师弟 你我都活了大把年纪 就算有人找上门来 我们也该可以去见师父了 至少现在我们清门有十八代弟子接管了 墓云道长却是担忧地叹了口气说道 师兄 二旦一身利器 我怕他会遇到很多麻烦 要是我们两个的死 能换回清门的太平 也就值了 但是墓玉才却是笑着说道 师弟 生死有命 不要想太多 只要对得起师父他老人家就行了 这时 墓云道长叹气道 要是天山门的罗田凤在的话 可能还有机会帮到我们 什么 天山门罗田凤 你见过他吗 墓云道长点头说道 当时二旦中了毒 就在这仓墓林下的那个瓷洞里面 他带走了二旦的妹妹 估计现在已经到了天山了 墓玉才刚刚还看到了希望 听到罗田凤回到天山了 不禁叹了叹气 墓云道长却长许口气 点头说道 如果我没有猜测 今天晚上中央的督导组估计到了江南省了 墓玉才点头说道 江南省的血雨腥风开始了 看来有些人 怕是睡不着了 墓云道长站起身来 对着师兄说道 好了 太晚了 师兄 我们早点睡吧 说不定他们随时就过来了 我们得养鸡蓄锐 否则一点战斗力都没有了 两人分开去睡觉了 二旦正在辗转难眠时 只听到房门悄悄地打开了 定睛一看 居然在是张思燕这个丫头 张思燕快速地爬上床 钻进二旦的被窝 紧紧地搂着她说道 二旦 我知道你肯定睡不着 我过来给你做个伴 可是二旦吓坏了 赶紧坐起来 小声地说道 你快走 要是让我师父发现 还不把我的皮给包了呀 张思燕却是嘟着嘴巴说道 我又没有脱衣服 我们不做那种事情 我只是过来陪陪你 就算你师父来了 我就起来趴在床边 那又有什么 不过二旦却是眼前一亮 好像也是那么回事 青云冠的要求是 男女不能做那事 又没有说不能睡在一起 躺在床上 搂着张思燕 二旦发现自己瞬间就有了精神 似乎有女人陪着她 她才有安全感 才能振作精神一样 张思燕可能是太累了 很快就睡过去了 二旦的脑海中 却一直在回想着天山门那宝藏图 心里一直在郁闷着 为什么师公要将宝藏地图 放在他的画像中 这是什么意思 为何自己发现了寒铁宝剑 和中药起升回升完 师伯和师父就要遭受一次灭顶之灾呢 想象到因为自己的原因 而让师伯和师叔承担责任 二旦心里越发地愧疚起来 不行 我不信这就是一种上天注定的死局 我一定要解开它 一定要将师伯和师父安全地挺过这一关 二旦细细想来 立刻将脑海中的藏宝图再次展现出来 再配上自己脑海中的天蚕图 但是重复后 天蚕图并没有提醒这宝藏图有什么原因 只是显示出天山门准确的地点 难不成 这个盘就在天山门 想到这 二旦瞬间就想起了妹妹被带走的那个 聂宇和叶宇娇的师姐 罗天凤 不禁眼前一亮 对呀 我怎么没有想到罗老前辈 他可是个高手 有他帮忙 这些问题可能就迎刃而解了 但是想到罗天凤这个关键人物回到天山了 而他却没有联系方式 行影飘忽不定 要找到他 确实并不是一时半会 就能找到的 这让二旦不由地感到有些为难 心想 难不成没有罗天凤帮忙 这次就解不了为吗 望着身边熟睡的张思燕 二旦心里也心急如焚 明天早上 必须要想出个结果来 否则 师傅师伯的生命就危在旦夕 时间虽然过得很快 但二旦让自己冷静下来后 闭上眼睛 好好的利用自己的祖先传承来梳理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 果然 二旦之前没有开启祖先传承 就是一大错误 直到这个时候 他才明白 师傅师伯为何说 他们将遭受一次灭顶之灾了 原来江湖上一直在传说 在江南省某地的古墓中 埋葬着一批宝藏 但是最重要题这里面 有五罐价值连城的中药起死回生丸 也就是所谓的长生不老药 还有一把血铁如泥的寒铁宝剑 要是有人能得到它们 就能找到天山门的宝藏图 因为天山门的宝藏 也是这个古墓的主人存入的宝藏 要是能得到里面的宝贝 能够复可敌国 所以 也就意味着 二旦将发现的宝贝送往了政府 没有五罐药丸子 和那把血铁如泥的寒铁宝剑 自然就会引起怀疑 只要一旦传到江湖上 就会有大批江湖人士找来 而师傅说的 孙芳芳本该提前死亡 就是因为用了起生回生药丸子 这件事情 如果当时没有人知道还行 一旦有人知道了 顺藤摸瓜也能找到仓墓领来了 恍然大悟的二旦此刻才明白 师傅说的什么阴阳五合 只不过是一个幌子 实际上 师傅只是不想让他担心 不想让他自责罢了 同时销毁孙芳芳的尸体 就是因为不想让二旦救活孙芳芳 以免将祸水惹上他的身上 得知师傅的良苦用心 二旦明白 只有自己离开仓墓领 将寒铁宝剑与中药器生回生丸故意展现出来 这些江湖人士定会将目光锁定在他身上 这样师傅师傅就会安全了 想到这 他就有点疑问 通过什么办法才能够故意将宝贝给展现出去呢 只是现在没有动静 看来政府那边的文物部门 可能并没有得到江湖上的消息 也对文物进行了保密 所以才没有外泄 正当他冥思苦想的时候 张思燕这时醒了 看到二旦还在想着事情没睡 他就将头靠在二旦的怀中 闭着眼睛说道 二旦 你在想啥呢 赶紧睡吧 崔家庄那边传来消息 后天就是世道大会 问你能不能过去 不能过去的话 他们就好换人 虽然他这迷迷糊糊提到 崔家庄的世道大会 但二旦却是兴奋不已 一把抓着张思燕的胳膊 兴奋地说道 思燕 你是说崔县长他们县里要举办世道大会 让我代表崔家庄去鄙视队吗 张思燕吓了一跳 被摇晃着 顿时就清醒了 愣了一会儿才疑惑地点头说道 是啊 本来早就应该举行了 现在延期到后天 方方姐问我 你能不能去 当然能去呀 明天早上你就打电话给崔县长 就说我明天下午到达 让他们不要担心 这一次 一定会让崔家庄名震江湖 嗯 好的 你赶紧睡吧 可是得到兴奋的消息 这盘局要解开了 二旦哪能睡得着 小声地在他的耳边说道 思燕 我又想要你了 你能不能别出声 要不然我睡不着 张思燕脸蛋一片红润 紧张得不行 赶紧脱下衣服 咬在嘴里 慢慢地躺了下去 当天晚上 在省城的县政府办公室 高进梁坐立安 他想到省纪委的领导同志 前去机场接机去了 他就不由地慌张不安 想到唐主任这么不小心 居然让聂宇逃脱了不说 现在还一地报警 省城的公安局长 现在都在问他 京城那边的公安 已经协调中 准备择机 将案件移交到江南省 问高进梁接下来该怎么办 现在中央督导组 却也同时飞来江南省 这让他不得不有点担心 毕竟晚上刚刚跟和老爷子聊过 他说会摆平 但人都来了 估计暂时是摆不平了 现在最担心的是 和老爷子能不能通过办法 让中央督导组 不要把唐主任的墙上按 作为他们案子 侦办的第一案 虽然省纪委的人都是他的人 但是中央督导组 可是另外设立的小组 他们选的地方到时候 根本苍蝇也飞不进去 还不见得他们会要江南省的 当地纪委派人参与案件的侦办 他抽出一根烟 想想自己现在扣押着 聂宇的儿子和丈夫 并且连同叶智利的儿子 也在自己手上 况且孙芳芳的死也跟他有关系 如果一旦查到 那不但会影响到自己 甚至和老爷子也会受到牵连 怎么办 高静良现在唯一听到好消息的 便是自己的女儿陈芳芳 已经苏醒过来了 而且还能下地活动了 被二旦用药救助后 除了手部上面还有点疤痕 大部分都能恢复到之前的样子 只是现在聂宇既然引诱唐主任犯错 那就是来者不善 想要通过好处 让聂宇放弃是不可能了 而且 他的儿子和丈夫还不能有问题 所以想来想去 高静良于是便赶紧给何正元打电话 喂 高叔 这么晚了 你怎么打电话来了 正元 中央督导组下来了 你最近要注意一点 高叔 那些督导组的人 不就是老爷子当初提拨上去的吗 来就来 有什么了不起的呀 不是 正元 你听我说 现在有件棘手的事情 你得去帮我办好 否则会牵连到老爷子 高叔 你等一下 我到外面接电话 这里面听不清楚 过了一会儿 何正元才打过来 问高静良要做什么事情 你赶紧去把聂宇的老公和儿子给放了 但并不是直接给放了 而是通过办法 让他们两人知道 是我高静良放了他们 并且给他们一笔补偿 警告他们 让他们回到聂宇身边 劝说聂宇不要牵扯到我身上 唐主任现在再进去也就算了 我不想连累老爷子 你懂得怎么做吧 那便停顿了两久 何正元才说到 高叔 我知道怎么做了 你就放心吧 挂掉电话后 高静良还是有点不安 立刻就给叶玉娇发去一个消息 帮我查查 中央督导组下来 跟李二代有没有关系 洗过澡 听到外面叶之力 跟他男友在那里嘻嘻哈哈的声音 本来就心烦的叶玉娇 收到高静良的信息时 顿时就警惕起来 他在琢磨着 这个节骨眼上 高静良发来信息 莫非他现在开始相信自己了 你不是不相信我吗 怎么又给我发消息 想到这个曾经玷污 自己这么多次的男人 叶玉娇咬着牙 痛横着 手都微微的发着抖 各位听友朋友们 被窝故事继续连载精彩故事 如果觉得故事好呢 就点击订阅 点赞支持一下 你的支持 是我更新的无限动力 想要继续精彩故事 请按照剧集顺序 开启下一集 请按照片